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一个是红绿灯模组 那红绿灯模组呢 他也是用LED来做的 那所以理论上他应该也可以做类比输出 除了数位输出之外 也是可以做类比输出 那他的模组的角位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是 三个灯 三个灯他这边四只接角 所以基本上他就不符合我们所讲的 三只角的那种模组的设计概念 那这边的用法呢他做的比较简单 他就是四只角里面三只 就是分别控制这三个灯的讯号 那另外一只呢就是接地 另外一只就是接地 所以 你会看到有RYG GND 那就表示三个灯的控制讯号 那R就是RAID 所以这一个R应该是控制这一个LED的讯号 那这个Y呢就是YELLOW 是控制这一个灯的讯号 那这个G呢 就是控制这一个绿色的LED的讯号 这边也是一样 一个Ground接地 然后一个RYG RYG 所以大部分的红绿灯模组都会是这样 那如果呢你在外面发现到有些 类似这样的一个模组他没有GND 他这边给你写一个V 或者是VCC正电 那表示呢他是用相反的设计概念 我们平常呢 平常我们这种模组如果我给 这个G 给他电的话 给5伏特 那这个G呢进来的5伏特 会经过绿色的灯 再回到接地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绿灯会亮 那如果是刚刚讲的那个 这边是写V的 那他就是 你要给 这边 是正电的话呢 那正电要进来 这边必须要是负电 他才会从高电位流到低电位 所以这边就要给 没有电的讯号 所以当你G给0的时候 他电才会流动 灯才会亮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模组的设计 那所以如果你买到的是这样的模组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的程式是要写反 写反的才会有电 那我们现在买的这个模组呢都是 比较符合各位的直观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模组 所以通常是你送正电 他就会亮 送正电就会亮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红绿灯模组 那红绿灯模组呢 它是四只脚的模组 四只脚的模组 那四只脚的模组呢 就不是我们刚刚所谓的 一般常用的三只脚的 那么它的接法就会跟 跟原先所讲的 原先所讲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不过呢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因为它是 讯号直接 送去模组 然后经过LED 经过电阻 再从 接地角回去形成一个回路 那么所以它其实就是 给讯号就是给电 那 那 它就没有另外再提供 模组一个V的部分 所以它的 它的四只脚里面除了一只脚是接地之外 另外三只脚就是每一个颜色的控制讯号 每一个颜色的给电的讯号 那么所以接法很简单 我们就会习惯 在都邦排线我们会 拉4PIN出来 然后把那个黑色或咖啡色尽量放在旁边 这种4PIN的接线 那大家只要把 接地的那一个 接在黑色或咖啡色 这条线接对 其他就不会接错 所以黑色接地呢我们就把它接在这一排 一样是 数位输出的这一整排里面 那个黑色的部分就是接地的部分 那所以这一排都可以接 所以我们黑色接地就对着黑色接地 那另外三只脚呢 我们就接到讯号角的部分 三 那三个灯就要用三个控制讯号角 所以在这里的案例呢我们把它接在456 456的S 456的讯号端 456的讯号端 那这边对应过来是RYG 红色黄色绿色 红黄绿 所以这个 4号就是控制红色 5号就是控制黄色 6号就是控制绿色 三个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三只脚 三只脚所以我们 接在456 所以我们把456先启用起来 那一样是 作为输出 一样是作为数位的输出 好那我再复制 两个 然后 456三只脚 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把456三只脚给启用 那启用之后呢当我要使用这个 灯的时候呢我就要 使用这个数位输出的积木 好那一样是456 有被 启用过你才能够使用 有先定义才能用 先定义才能用所以456 好那我直接 接 好一样把他接上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程式的运作 一样喔数位的控制0都是关 关灯了 那1是开灯所以我如果 只有把第四只脚打开 其他是关 那我action一下 就只有 这个灯会亮 好那 我把这个灯关掉然后开第2个灯 好那 黄灯就会亮 好那同样的结果我把 黄灯关掉把绿灯打开 再action 绿灯就会亮 所以这三只脚就是个别控制的三只脚 个别控制的三只脚 那如果你要三个全开 那当然就这样 全部都是1 456 全部都是1 这样三个灯就会全开 好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数位输出的指令去指定哪一个灯开哪一个灯不开 那我们在习惯在写作的 城市的写作上我们还是会习惯 去 添加一下注解 就是说 这个是红灯 我们要加个注解 然后 5号呢 黄灯 然后6号呢一样添加一个注解 这是绿灯 这我们在写城市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会写错 这个是红绿灯模组的控制